本轮人造水牛的最大赢家与未来的最大输家 坚谈驻水牛能否成长为长慢牛 今天的成交量的话呢 已经超越了这个历史 达到了2.6万亿 那么全市场的股民情绪也已经出现了两个极端 第一个是疯了 第二个的话是崩溃了 那么看视频的各位 如果疯了可以在弹幕区打个疯了 如果崩溃了就打个崩溃了 那么有人说你现在怎么了 我现在很淡定 很平淡 我没有风也没有崩溃 很正常的一个走势 为什么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个走势 因为现在就是全市场在走腰股的一个逻辑 走腰股 走腰股本来就是走成这个样子 有什么 觉得奇怪的呢 腰股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动力 什么就是成交量 就是成交 所谓成交量的话就是人气 因为现在整个市场的人气全部被激活了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一个新股营排队开户 很多僵尸户的话呢 在干什么 在入金 在重新回来 以前消负的又开始重新回来了 甚至很多人的话都干什么 借钱炒股 贷款炒股 加杠杆炒股 是吧 所以有人气就有成交量 有成交量就会产生腰股 那么腰股最终都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呢 就是崩掉 崩掉之后就是一地鸡毛 一地鸡毛 那么有人说这一次会不一样 这一次的话会有不一样吗 不会有不一样的 如果有任何不一样 那我更加的平淡了 也就说如果这一次注水牛事啊 注水牛啊 能够对吧 成长为肠脉牛的话 那我就更加平淡了 因为啊 那就意味着现在行情还没开始啊 现在只是一个开胃小菜啊 但是如果说他注水牛 没办法成为肠脉牛的话 啊 那么也就意味着啊 他走的是腰股逻辑 那最终一定会一地鸡毛啊 所以没有做过腰股的人 才会对现在这个行情的话呢 大惊小怪啊 但凡你做了腰股啊 你把指数当做是一个腰股来看的话呢 至少在我看来 我现在的话呢 是看的比较平淡的哈 所以我的仓位的话呢 也就是保持两成仓左右啊 就算做差价 我也是不会用小小的一个仓位 去做一下差价啊 能赚一点试一点啊 做腰股的话是能赚一点试一点 当然了 但是大多数人啊 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去想啊 他只会想什么 想一件事情啊 能否啊 能否快速的啊 快速的把钱赚了 赚到手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 喜欢做腰股的一个原因 因为腰股呢 他来钱快啊 他来钱快啊 但是 能做好腰股的啊 只有少数啊 或者极少数啊 那么极少数 这成人的话 他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要么说是啊 这个反应灵活啊 反应快啊 他把市场的话呢 对吧 他不会说啊 给自己一个 呃 他不会给自己一个过高的一个预期啊 他只是跟随市场 对吧 啊 他虽然说嘴巴里面在喊牛市啊 他随便在嘴巴里喊牛市 来了 牛市来了 牛市来了 大牛市看到哪里 看到哪里 给自己一个多么好的一个预期 但是 真正的市场走调整的时候 他跑得比谁都快啊 因为呢 落袋为安啊 先把钱赚到手 是第一位的啊 啊 不是说在里面去坐电梯啊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做腰股这种赔钱呢 因为 他给自己打鸡血 啊 他反 他给自己打鸡血洗脑啊 洗得非常的彻底啊 比如说啊 现在成交额的话 2.6万亿创出了历史新高 让户指还在3300亿啊 全民都在炒股下资金加杠杆往里面冲 那么呢 指数按道理是对标5178的啊 对吧 平均股价往上还有50%的一个涨幅啊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 我打死都不走 一定要持有啊 所以这种属于什么 属于自己把自己一个洗脑的 反应慢的啊 给了自己过高的一个预期 这第一种人反应快啊 那么哪怕当你进去 是吧 是博弈 博弈吧 做一下短线啊 做一把短线 也是一样的 反应快的人啊 可以赚到钱 可以 他可以平稳落地啊 那么第二种的话呢 是什么 是成本低的 成本低的啊 到目前为止 可能有30% 50% 甚至70% 翻倍的这样一个利润在里面了 那么成本低的 他就无视啊 这个压股调整 你就算调整 你也挺 我一直说利润回吐 是吧 那么成本低的啊 这两种人的话呢 是未来在市场当中啊 能够平安落地的 这是我认为是这样的 如果说你现在的话呢 过高的给了自己过高的一个预期 并且把自己一个洗脑了 我希望大家冷静一点啊 现在走的是腰骨逻辑 而不是啊 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盘面啊 而这一次人造 人造啊 要人造牛市啊 人造驻水 驻水牛市啊 对吧 他是谁造成的呀 很明显啊 就是大哥啊 对吧 提前啊 在3000点之下 3000点 之下 把什么 把这个仓位给他建好了 啊 在当时的话 我们说通过ETF啊 包括通过这个大小盘呢 呃 包括通过这个大小盘的一个轮动啊 对吧 然后再砸盘啊 砸高息 啊 制造一个小恐慌啊 甚至的话呢 骗了很多人啊 然后啊 再通过政策啊 政策引导 然后大盘股啊 大高低位 大盘股同步拉伸 啊 同步拉伸 然后高低位大盘股同步拉伸之后 造成指数狂涨啊 指数狂涨之后啊 这种狂涨也创作了历史之最啊 然后带动什么市场情绪 市场情绪啊 对吧 那么 在整个过程中 共同导演出来的这一波啊 超级快速拉伸的这种腰股啊 牛市啊 腰牛啊 就是说腰牛啊 也注水牛啊 那么谁是最大的赢家呢 因为大哥是最大的赢家啊 其实在市场当中啊 大哥他其实永远都是最大的赢家 你比如说在年前的一波行情当中啊 是谁砸的啊 我认为也是大哥砸的啊 大哥砸完底部吸筹啊 接了所有人的这样一个筹码 和这一次 对吧 快速 对吧 在这里不断通过这样一种打压建仓的方式 然后快速拉伸啊 和前面这种是吧 快速打压打压打压底部吸筹啊 然后呢 慢慢涨上去 和这一次的话呢 慢慢打压慢慢打压 快快的涨上去啊 他其实逻辑是一样的 只不过一个是正的走的 一个是反的走的啊 先是通过不断的打压底部吸筹啊 吸完之后再拉拉拉 慢慢出慢慢出啊 那这一次的话呢 先打压打压打 慢慢吸筹慢慢吸筹 然后一拉一拉 拉伸之后 他正常的走法是什么 快快出货啊 所以最大的赢家呢 对吧 就是大哥啊 而且对于对于A股来说 大哥在无论何种情况 他都是最大的赢家啊 那么谁是赢家啊 赢家是谁啊 是目前赚钱的啊 目前赚钱的最终 对吧 一地鸡毛的时候啊 一地鸡毛的时候啊 又能够守住钱的 守住啊 钱的啊 这种人的话呢 是赢家啊 不管你是赚多 赚少啊 你都是赢家 所以现在的话 到目前为止 我相信所有买进去的人啊 都是赢家啊 因为腰股在兑现利润之前 在开始出货之前啊 所有人都是上涨的 都是都是赚钱的 没有一个人亏钱 除非的话 除非的话 你害怕啊 选择了什么 追高 然后杀跌卖出 追涨买入 然后调整的时候 杀跌卖出 就做了所有的反踢嘛 做踢做反的 那么你 你就是亏的啊 这群这种人的话 很少的啊 至少在 这种情况之下啊 所以现在可以说 大家都是赢家啊 但是最大的赢家 一定是大哥啊 而且的话一定啊 这个最后还是他啊 虽然说现在大家是赢家 但是啊 一顿鸡毛的手是钱的啊 你能不能把钱守住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 好 那么谁是谁会啊 成为最大的输家呢 最大的输家 很明显啊 最后的接盘侠啊 最后的接盘侠啊 那么我们就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 谁到底会最最后的接盘啊 谁啊 会去接盘啊 也就是说谁会去啊 在最低点买 最高点买入啊 韭菜嘛 谁会当中韭菜的两种人啊 两种人啊 一种人是什么 一种人是纯粹的新股民啊 对吧 你比如说现在还在开户路上的啊 周末不开户 上周不开户 我现在还在开户路上的啊 还没搞好户的啊 然后哎 中 节后冲钱 然后里面冲一冲的话 可能就是最高点接盘啊 第二种的话呢 是什么 是是是原本啊 空仓 或者说原本清仓的这群人啊 原本空仓 或者原本清仓的这群人 那么这群人手上 关键是他有钱 知道吗 现在到已经干进去的人 已经满仓满荣啊 满仓满荣干进去的 干进去的这群人 他没有钱了 他再搞钱 除非是借钱啊 去变现啊 去变卖资产啊 变卖资产啊 把房子卖掉 把车子卖掉 甚至有些人的话呢 把老婆还挂在网上啊 去卖掉 就是变卖资产 然后去筹钱 去去买这群人 是吧 是没钱的 现在已经干绝 他是手上没钱的 而我们啊 或者说我自己啊 清仓 我现在手上是有钱 所以啊 有钱 你是否会选 最终的话呢 去接呢 这一定会有的啊 一定会有的啊 所以这两种人的话呢 呃 会去 会去成为接盘 也就是最终这两群人啊 两种人啊 是买单的啊 是买单的 还有一种人的话呢 是什么呢 是啊 做做短线啊 虽然说他现在是满仓 或者说之前是满仓 但是这中途是吧 卖飞了 中途卖飞了 怎么办 他现在卖飞了 现在是手上是钱呢 这钱烫手 我知道吧 这钱烫手的很 非得也把它变成股票 非得去买成股票才放心啊 所以啊 这种钱的话呢 卖飞的人啊 他把股票卖成钱的 卖给别人的 变成钱的 然后啊 这些钱的话呢 放账户里面烫手啊 逆回购啊 不肯逆回购 然后赚点利息也觉得少 然后 还是也买成股票啊 不管是今天啊 或者昨天啊 上周啊 对吧 卖完之后 今天又追进去 还是今天卖了 下周再追 结货再追进去啊 总归的话 中途卖飞的人也会去成为 最后的一个接盘侠 所以谁会去接盘 是吧 那么第二个啊 会啊 会出现 对吧 像腰股一样啊 像腰股一样的调整吗 大调整吗 因为如果说 走势如果能够一直的像这么去走啊 源源不断的啊 2.6万亿 也不算是最高量啊 3.5.5万亿也不是啊 5万亿也不是 10万亿也不是 成交量能够源源不断的 从一天的成交量能干到50万亿 是吧 100万亿 那就没有任何调整了 天空才差的尽头 但是可能吗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就像腰股一样 腰股连续的涨停 或连续的一字板 只要它不是什么 只要它不是中途经过充分的换手 没有充分的换手 它就一定会有积累大量的什么 获利盘 而这种获利盘的话 它什么 它是会产生这种连锁效应的 一个获利盘卖出 然后产生连锁效应 然后新的资金 卖完之后 能够接力起来 把它接力起来 那么腰股就会继续走 走二波 甚至的话走三波 你比如说 519行情 它就是通过接力 不断的接力 接力接上去的 那么中途的资金量的话 也是非常的庞大 但今天这种走势 放的量太大了 让我觉得和519行情 重演519行情的可能性是极低的 是极低的 这让我更加的担心 接下来的注水牛 注水牛的持久性 如果说它 它经过持续中途的换手 有这样一种洗盘 对吧 换手其实某种时候 就是充分的洗盘 垫高大的一个平成本 把做短线的洗出去 然后的话 再往上拉 那么获利盘 它就成本就会往上垫 这是为什么洗盘的一个基本道理 所以到目前为止 整个市场的话 是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分歧的 也就是说腰股的第一波 目前在走腰股的第一波 而腰股的第一波能走多远 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预计到的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市场的疯狂程度 疯狂程度 所以现在的一个整个走势的话 在我看来 我的个人理解 我的一个个人理解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对A股市场的一个什么 破坏 它是一个破坏 这种上涨 其实对市场的一种破坏 破坏什么 破坏性的开采 破坏性开采 什么叫破坏性开采呢 因为我们知道 大哥是吧 永远都会是市场最大的一个赢家 而这一波大哥也是赚钱的 这一次大哥是吧 一只股票 一只 一只腰股 大家都知道 一只腰股一旦 对吧 炒了一波大的 炒了一波大的 那么未来的话呢 是经过长久的调整 长久的调整 面临非常长时间的一个调整 然后才会开启什么 才会开启第二波 才会消化 这一波炒作所带来的这种各种压力 对吧 他是 相当于一个股票突然之间被爆炒一波 这一波 他这个市场的话 已经把这种股票给他破坏性的开采了 留下来的全是套牢盘 而市场要去消化这些套牢盘的话 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 打个比方 相当于你 三个月的钱 或者说半年的钱 半年的钱 你给他一个月给 你给他一个月 一个月给赚完了 或者说一天 一个星期 给赚完了 那么接下来你就是 你就是这样玩的呀 你本来就 就只想赚这么多钱 但是你一个星期给他赚完了 对不对 所以整个市场的话呢 要么就是什么 要么就是暴跌 吸筹 然后缓缓涨出货 就像年前的一样 然后这一次的话是缓跌建仓 暴涨出货 那最终同样都会面临长长的 这种消化期 所以相当于大哥呢 是对这一次是对A股进行一个破坏性的开采 这种破坏性的开采的话 我觉得还是 还是 还是有好处的 还是有 还是有好处的 那么至少的话 有以下几个好处啊 第一个好处的话呢 是股民信心提振提振了 起来了 对吧 相当于这一次啊 我相信炒股票的啊 对吧 这这种知名度啊 或者说你你在里面套住的啊 这一次大回血啊 大回血 你有信心的 甚至在家里面的这个地位都起来了啊 所以股民信心有好处啊 新股民啊 新股民啊 进来了 股市说我们说股市里面要有什么 是他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啊 现在一直都是存量资金在玩啊 为什么一直存量资金在玩啊 因为 呃 大家 00后 95后 是吧 呃 95后 00后 是是新生代嘛 呃 90后 也有很多90后不炒股 但是 呃 我是91年的啊 但是我我炒股十多年呢 我不知道 90后应该是有不少炒股 但是95后 对吧 跟我同龄的啊 差不多啊 还有00后 基本上对股市是没有任何 任何 呃 想法的 但是这一波 他将会吸引大量的这样一个 新股民进来啊 这股市的话呢 新韭菜来了 新股民其实就是新韭菜啊 他们 不知道股市到底会合物啊 以为股市的话很简单 实际上也不是如此啊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 也就是在国庆节期间啊 发红包啊 促消费啊 这也是一个非常合乎 合乎逻辑的东西啊 因为你说房子要起稳呢 对吧 房子要起稳 然后消息消费要 要那个啊 要买房 买房没钱怎么办 发红包啊 刺激一下啊 当然这个这个搞得不好 很多人都会去卖房炒股票了啊 对吧 导致这个房价可能还会压得往下打 尤其是二所房价格啊 所以发红包啊 促消费也是一个非常啊 好的一个逻辑啊 第四个的话呢 打爆空头啊 打爆空头啊 呃 人说你空 你就是个空头啊 说我是个空头 扯淡 我不是个空的 因为我又没做空啊 我虽然说我在 我只是在等好的一个买入机会 我没等到而已 对吧 这我这我叫踏空 我不叫我不是空头 我也不是做空的啊 所以没有理由去打爆打爆我呀 我是一个多头啊 只不过说呃 我没有碰到我适合的一个机会啊 或者我错过了这个机会啊 而真正的空头是什么 做空A股的啊 那些资金 对吧 呃 尤其是在什么 尤其在股指期货当中啊 啊 特别是一些呃 恶意做空的是吧 恶意做空的 给他一点教训啊 那么第五个的话呢 可能还是在 呃 为这个外围市场啊 外围市场的不稳定啊 去对冲啊 如果说假设在在整个 村国庆期间 外围市场不稳定的话 甚至的话大跌啊 你比如说日本股市 韩国股市今天不都跌了吗 呃 然后等等啊 各种基本面政治事件啊 地缘的一些事件 包括外围股票市场的 一个不稳定等导造啊 去对冲啊 就就给你情绪 因为我在节前 我暴涨了 那么节后还会有一波 新资金冲进来啊 那么的话呢 就不会像之前几年 国庆节之前 对吧 呃 涨了之后 或者说情绪不够啊 然后外围发难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呢 节后开始就出现了 呃 这个狂蟹啊 大家都都在卖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 但这种破坏性开采 还是有这些好处 嗯 但这种好处的话 我认为 我认为是长期的 啊 是长期的 但是对于中线品化而言 中线 啊 演化而言 其实可能接下来 啊 整个市场的话 在节后啊 节后还有一波资金进来吗 节后还有一波啊 资金进来 因为节后 过了这个 呃 兴奋期啊 你该开户的 该开户的 都开了 是吧 啊 想必这个春节 国进期间 一些券商的话 还会派这个人加班 去给大家开户啊 所以七天的一个时间 是能 你想 只要你想开 你就能开 对吧 只要你想激活你的账号 只要你想去搞钱 你都能搞到 所以 节后还有一波资金啊 然后这一波资金的话 将会成为什么 将会成为 我认为将会成为啊 可能是最后一波资金吧 啊 最后一波资金啊 那么这一波资金之后 还有没有资金 那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啊 市场 啊 市场强度啊 如果说啊 节后这一波资金冲不进来了啊 开完之后啊 整个市场开始调整了 那么不开的人 他就不会开了啊 是不是 开的人都开过了啊 如果说节后行情开始 腰股开始大跌 开始调整 开始走 长时间的调整走势 对吧 那么那么不开的 他也不会进来的 我进去给你接盘吗 是不是 是这个道理啊 呃 所以 节后还有一波资金冲进来 这波资金冲进来之后 是不是成为接盘侠啊 或者是不是还有资金冲进来 他取决于 节后市场的一个强度啊 呃 那么如果说各位 如果说啊 这一次行情啊 这一次注水牛市啊 对吧 是对市场的一次短期破坏性 开采 也就是说 想把三个月赚的钱啊 或者说半年赚的钱 给他三个三个星期 或者一个星期给他赚走 那么接下来 啊 整个市场将会面临什么 将会面临长期的调整 这个调整的时间啊 是吧 会非常之长 三个月打不住 半年以上啊 很长 中途啊 会有反弹 但是所有的反弹啊 都是什么 都是假象啊 都只是反弹而已 啊 那么也就是说 啊 你既然对市场进行一个破坏性开采 你就要去承担啊 就要去承担啊 破坏性 开采 之后的 对吧 呃 结局啊 结局 你要去承担呢 你不能说你这个无限制的去开采啊 对吧 好 那么还有 两种可能啊 一种可能是啊 对吧 这种是破坏性开采之后就会什么 就会形成啊 呃 这个1994啊 192004年的走势啊 走法啊 就创新低 对吧 就创新低 那还有一种的话呢 就是注水牛啊 注水牛市啊 能否演化为 长牛 慢牛啊 长慢牛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15年之后 到现在为止 10年都没有牛市啊 将近10年啊 都没有牛市 之所以 这么久都没有牛市 原因是什么 原因啊 就是杠杆牛市啊 的一个对市场的什么 对市场的 对杀伤力啊 太大了 他对市场的杀伤力太大了 他需要花10年的时间去消化 当时这一波牛市所带来的 这样一个市场伤害啊 调整了这么久 对吧 所以呃 站在大哥的角度啊 站在大哥的角度 他肯定是不希望 再产生一波 类似15年的啊 这种注水杠杆牛了啊 注水杠杆牛啊 是不希望看到的啊 更多的是希望看到什么 一直在引导的长慢牛啊 那么这一次啊 对市场进行个破坏性开采 所产生的一种 注水牛的雏形啊 我想必的话呢 他对不对 要主动的啊 进行什么 进行调控 你比如说今天盘面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小细节啊 第一个细节的话 就是早盘 对吧 呃 我们用一分钟来看 早盘的话呢 这一波下跌啊 是一波集中性的一个卖出 啊 是一波集中性的一个卖出 卖完之后 他不卖了啊 这里也有一波集中性的卖出啊 那么这种两波集中性的卖出 到底怎么去理解呢 啊 什么人在卖啊 第一个啊 散户啊 就是最近刚入市的散户是 八成不会卖的 第二个的话 互利盘啊 他不会主动去卖 但是他会跟风卖啊 他会跟风卖出 也就是说这种人被 卖出之后做短线的啊 对吧 那么第三种的话呢 就是就是大哥啊 这一波下跌 跌完之后市场走出了 这个中小盘的一个 一个转换 大盘股和小盘股的转换 然后下午的时候呢 去拉银行啊 拉高息 银行股高息股在爆拉 拉完之后再走一波下跌啊 这一波下跌的话 谁在卖 我认为还是大哥在卖 大哥主卖 去引导市场的一个抛盘 然后卖完之后 他他只是 他不是说 把这个情绪给他砸崩掉啊 因为没到那个砸崩掉的节点啊 他砸完一波之后 他卖完一波之后 他他就不卖了啊 所以他一停止卖出之后 市场的话 又在散户 又在情绪的一个带动之下 又在调商换股的一个带动之下 又开始呢 逐步的啊 回暖 所以相当于权益 全天买盘和卖盘之间的话 是有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有意思的一个特点 大哥在 其实在我看的话 其实大哥在主动的一个调控啊 这个上涨的一个力度啊 但他不是说 疯狂的去打压啊 因为节点不到啊 节点不到 就是说集中大量出货的时间节点 啊 不到啊 你不能说 对不对 明明节后还有一波 还有一波新股民 还有一波资金进来 对吧 我现在就把你给 把你们给 对不对 打消了这个进来的一个念头 不好啊 等节后啊 一波资金进来之后 才会知道整个中期的一个演化 好 如果说大哥想把这一次注水牛引导成啊 注水牛引导成 对吧 长慢牛的话 那么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通过一个一到两个月的一个震荡 一到两个月 甚至两到三个月的震荡啊 去把大家的一个情绪逐步的演化到啊 真实 打个比方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19年之后的一个行情啊 现在我们可以看 把这三三三个月连续拉伸啊 和这一个月的一个连续拉伸 当做是类似啊 当做是类似啊 成交量放那么大之后啊 他会通过两到三个月的震荡 然后啊 对吧 两到三个月的震荡啊 去把这个市场情绪给他消化掉 市场情绪在这两个月 两个月消化之后呢 再引导出慢牛的一个走法啊 引导出慢牛的一个走法啊 要么就是什么 要么就是注水牛之后 走完之后震荡下跌 震荡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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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走法 啊 去继续进一步探底 是不是 整个市场的话 无非就接下来就 你走牛市啊 人家说就不能这么去走吗 就这么去走吗 啊 像类似这种 这么邪律走吗 现在很多人都把现在的走势 当作这个走势去走 啊 是我觉得是不太理性的 要么就是通过调整 然后走一波长牛慢牛啊 然后呢 通过这个震荡之后 是吧 呃 开始震荡震荡车跌 相当于 把一个月三个月的钱给他呢 用一 九月份啊 后半天一个都一个都星期 给他转走了 知道吗 所以至于啊 我们说这个 说这个注水牛 能否成长为长慢牛的话 要看什么 要看接下来两到三个月 是否有两到三个月啊 最少是一到两个月啊 长的话 两到三个月 甚至更久的一个震荡 去消化啊 去消化市场的情绪啊 消化的好 对吧 那就是引导出长慢牛 那个时候我在入场 我在加仓 对吧 那就是我加仓的时候啊 你想我在第一波的时候 在走杠杆牛的时候 你伤我去成为接盘侠 你想我去搞牛股的第一波 你叫我去赌 对不起 我做不到啊 我做不到啊 如果你做得到的话 你就去做 我不拦着你啊 对吧 那么空仓的也是一样的 要等着两到三个月的消化 看走势的一个演化 到底是破坏性开采之后的 对吧 阴跌 震荡下跌 还是一到两个月消化之后的 这种长慢牛啊 好吧 就说这么多啊 啊 最后的话呢 也祝大家 所有的这个 B站的朋友们啊 这个 过节快乐 国庆快乐 哈哈哈